柴队藤腕 国际版移植的最新藤腕植物 阳光效125 冷却时间5秒 攻击力20 生命值变化 300、450、600、750、900 一阶时 柴队藤腕前方两格出现僵尸时 柴队藤腕将喷出火焰 每秒对僵尸造成伤害 藤腕不受冰冻影响 并且每隔1.5秒 会融化3x3范围内的冰块 二阶攻击力上升 柴队藤腕上方种植的是火焰植物时 使该植物获得15%攻击力加成 柴队藤腕攻击范围增加1格 三阶攻击力上升 上方种植的火焰植物 获得30%攻击力加成 柴队藤腕攻击范围变为4格 四阶攻击力上升 种植是由中概率释放大招 大致效果 柴队藤腕喷出露火 露火贯穿一行对僵尸造成伤害 是的 对身后的僵尸也有伤害的 专门大招是十字型火焰 没错 就是火爆辣椒三阶时 这个十字型火焰 五阶攻击力上升 每次造成伤害时 有10%的概率 向前方喷出地眼 地眼将逐渐蔓延至 藤腕攻击范围最远端 被地眼攻击到的僵尸 将受到150点伤害 并且向后击飞一段距离 国际版中的柴队藤腕 是可以着烧飞行僵尸的 但是到中文版之后 居然被削弱了 火焰无法攻击飞行僵尸 其实大招的火焰是有伤害的 但是只有一瞬间 亮起了白光 所以就拿门一下的伤害 但是火焰弯弱的伤害 却可以持续伤害 差别对待嘛 五阶柴队藤腕的击退 对于野人僵尸 是不起作用的 可以击退恶龙小鬼 但是没有伤害 骏僵尸不能被击退 柴队藤腕在国际版中 作用其实就不显得 一直到中文版之后 地位明显也是 比不上其他藤腕的 我只能说唯一正向反馈 可能就是帮助植物不被冰冻吧 毕竟中文版的冰冻场景 能冰冻的植物更多 一阶收藏即可 万物即可收屏 我是小尚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